文官局推出了新書《那一滴落下的雨》 彙集了林陽銘、諸國珍、盛浩偉、白喬 四位知名作家的作品 從不同的角度描繪基隆的風光、人文與歷史 為讀者呈現基隆獨特的魅力 可以讓更多的好朋友從書中看到基隆 這次我們非常開心有四位很知名的作家 能夠幫我們一起書寫這個短篇小說 透過這樣的小說的力量 我們希望讓大家可以來到基隆 讀基隆、看基隆、感受基隆 作者們分享了創作過程和他們眼中的基隆 展現了基隆豐富多元的文學面貌 在這次《那一滴落下的雨》這本書裡面 我的作品的編名叫做《雨都之舞》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透過海浪的聲音 船隻的聲音感受到一種Zomba 或者是K-pop那種新的節奏感的基隆 隨著基隆的各種的聲音 大家一起來起舞 我覺得透過小說是可以讓大家看到一個 好像已經消失 但是它曾經存在過 然後曾經在地發生的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那我希望透過我的作品讓大家看到 基隆一些不為人知的小角落 一些神秘的 透過這篇小說你可以了解整個基隆的過去 從清代日本時代到戰後現代 還有一些開發、接近的發展 延續去年首次推出的文學創作出版徵選計畫 今年再次選出兩部優秀的作品 黃作妍的書寫基隆、港都薩克斯風 和基隆文史協進會的逐漸消失的基隆碼頭工人記憶 這些作品從觀光視角 展現了基隆多元的面貌 並記錄了基隆港口工人的生命史 期待透過這些多元的文學作品 能夠持續挖掘基隆的獨特魅力 讓基隆的故事傳播得更遠、更廣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